平權會多倫多分會今日發起論壇 被市民和政府衛生官員直接對話 而破除網上關於公共衛生的謠言 而多倫多首席公共衛生官就再三強調 只有生病的人才需要戴口罩 呼籲公眾無需搶購 記者邵浩然報導 今日的公眾論壇在市加部一個華人商場舉行 大約有100個市民出席 演員主辦單位表示 有必要舉辦多些這一類活動 以澄清近期在網上傳出 關於很多公共衛生和歧視意識的謠言 這是一個社區和公共衛生局的交流 我們知道現在一個大問題就是 溝通有點斷了 華人社區和衛生官需要更多溝通 互相了解政策和大家的心聲 五所二大會邀請了多倫多首席公共衛生官 市加部三級政府議員和平權人士 出席今日的公眾論壇 想一句多倫多公共首席衛生官重申 就說戴口罩其實並不能預防急入病菌 他說這樣絕對沒有科學根據 由於恐懼染上新型肺炎 所以近期不少市民都怕外出用線和消費 雖然三級政府都分別盡力釋除市民的疑慮 但有市議員都認為要讓市民完全放心是需要時間的 但政府是一個專業的指引 他們全部都是有案例全部都是有專業 他們不是政府不懂怎樣做 但市民也是一個 就是他們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 我希望不能感染到這個病毒 所以這也是一個正常的情況 而另一名港者平權人士吳婷婷認為 明白大眾是因為看得太多網上失實的訊息 而產生疑問和恐懼 所以呼籲大家只聽從由政府相關部門發出來的訊息 才可以作準 新時代電視記者邵浩然報導 到達到